韩国海警20号也公开了岁月号与真岛海上交通管制中心的通话记录 这段长约40分钟的录音显示 尽管真岛交通管制中心在第一次沟通的时候就已经指示船员 紧急采取救援措施并且多次指示逃生了 但是岁月号的船员只是反复询问下逃生命令之后会马上获救吗 管制中心当时的回答是 即使是只有救生圈也要让他们浮在海面上快点 但是逃生的广播却一直没有在客舱响起 在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能听到岁月号的广播内容一直都是请在客舱内等候 船员还一度宣称现在连广播也不可能了 因为广播系统出现了故障